八国联军清华时让我们至今不敢回忆 清政府的无能也让我们时至今日都感到愤恨 但是如果历史重来一次 八国联军打的不是清朝 而是兵力强大的秦朝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 如果八国联军打的是秦军 而不是清军 后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的秦军 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强战斗力的军队了 也是中国冷兵器时期的巅峰 完备的军队建制制度 加上强大的发明创造力 以及敢杀敢拼的尽头 让历史上的这支强悍的军队是吸奋无数 很多人也感慨说 如果八国联军清华的时候 遇到的是这支秦军 结果会怎么样呢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 这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历史怎么可能有再来的机会呢 其实小德做本期视频 大家也当做是一个故事来听一听 以下的所有的分析呢 都是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 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呢 秦军厉害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秦军拥有强大的军工科技 很难想象的是 2000年前的秦国呀 就已经有了统一生产武器的军工规模 比如说所有的矛头 箭弩都有着统一的规格 武器上任何一个零件的缺失 都可以快速地找到相匹配的型号 而且每一个零件 都会刻上工匠的名字 如果质量出了问题的话 可以一直追查下去 这就是秦军兵器强大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有了这些兵器 所以很多朋友就认为 秦军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 但是这里呀 小德就要提一个问题了 就是清朝的军队的兵器 真的比秦军落后很多吗 当我们回顾历史 结果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就拿涅史城统帅的武艺军来说 当时武艺军的人数就高达两万人 可用于战斗的人员也高达一万六千余人 而且当时清军的武器之精良 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当时步兵的装备 是由中德两国制造的 毛射十一毫米口径的单发步枪和连发步枪 加起来的数量就超过了一万余只 而骑兵的装备中 还有奥地利所生产的八毫米口径的 曼利夏连发奇强 也有1400余只 其中还有各种型号的进口步枪 以及手枪等等 除此之外 清朝当时的兵工厂还仿制出了 各种口径的大炮 装备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 我国抗战时期的装备 就连一些参加过八国联军 清华战争的老兵都表示 清军的武器之精良 让他们是目瞪口呆 甚至他们很难想象 这样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 是怎么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呢 由此可见 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比清朝的军队 强出了几千几万倍 那么为何清军能够横扫天下 清军却被打得溃不成军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2000年前清军 当时他们的军事优势 当我们分析清军的强大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就是清朝之所以强大 并不是单纯的靠军事强权 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军事 非常的灵活变通 清军的军事协助能力 以及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 让其真正的达到了不败的地步 历史记载说 清军一听说要打仗了 兵马立即顿足突袭 犯白刃 倒炉炭 断死于前者 皆是也 可见当时的清军为了军功 完全已经变成了一个 无情的杀人机器 敢问谁还能打得过这样一个 试杀无情的机器呢 当我们了解了清军清军的优劣势之后 我们再回归主题 如果八国联军遇到的是清军队 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小德认为在开战初期 清军并不会占太大的优势 只能通过小范围的巷战和包围战略 用弓弩去战斗 当然了弓弩跟火枪是没法比的 但是清军却又不怕死的精神 前面步兵挡枪 后面弓弩手射杀 这样一来呢 必然不会轻易的被八国联军快速的通掉 而且呢 八国联军的武器装备 需要一枪以上堂 在下雨的天气呢 甚至开不了枪 所以清军以五个人换对方一个人 也并不是难事 而且清朝可以召集六十万兵力 凭借军队的数量呢 也能让为数不多的八国联军 持续的上亡 可见啊 如果清军对抗的是八国联军 必然是一场持久战 而随着战争的维度 规模以及时间不断的增加 本就军心不稳的八国联军内部 一定会矛盾激化 因为呀 八国联军侵略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利益 而当他们面对的不是利益 而是大量的伤亡的时候 他们内部还会齐心吗 再其次呢 秦军可以凭借辽阔的地域 延长敌人的补给线 再通过小规模的袭击对手 提高对方的战争成本 让其无法从战争的泥潭中脱身而出 最终八国联军就只能和谈了 而且呢 秦军有平定六国的战争经验 以及远交进攻的战略政策 2000年前呢 秦军就是凭借远交进攻的策略 坑惨了赵国 要知道 当时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呀 实际上是由慈禧 对其他列强宣战而引起的 所以如果秦始皇换成了慈禧的话 那根本就不可能和他们直接宣战 而是采取远交进攻的战略 所以即使是打不赢 也不会打输呀 当然这些呢 只是小德的个人观点 不得不说的是 当军师的感觉呀 还真是爽 大家呢 也当做是一个小小的脑洞 来欣赏即可 那么朋友们 如果八国联军攻打的是秦朝 秦朝会不会打赢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